随着人工情绪智慧不断的发展的更加细腻机密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刺激我们的一些本能反应 就是上次所讲的打扰文按钮 这些按钮会促成我们的身体历程 就是Somatic Process 换引是一种生理反应 很重要 它会触发什么呢 血管加压素还有催产素等等荷尔蒙 那这些荷尔蒙会促进我们的情感联系跟依附行为 所以重点是它会刺激我们的荷尔蒙等等的生理反应 生理上反应 让我们会有一些行为上面的依附 心理上面的产生感觉 这些动静也会刺激我们的情感 那人类性行为在关系的不同阶段受到很多不同的荷尔蒙跟神经传导物质的控制 比方说性欲是男女两性的性荷尔蒙的睾铜素 睾睾素 睾睾酮跟持继素所驱动 那在不同阶段比方说恋爱的阶段 产生吸引的阶段 它是由多巴胺跟去甲身上腺素 或者身上腺素的血清素所控制 它会让我们产生行为 也导致我们情不自禁对中外的对象产生痴迷执着 那依附阶段呢 是最终让我们产生长期的承诺结合 是在催产素跟血管加速的影响下发生的 这跟万物动物的行为 所以生理行为很像 因为我想要生小孩 我要传接下一代 所以催产素 让我跟另外一个产生一个遗父的关联 所以我们要一起结合成家庭 产生下一代 所以是生理让我产生一种心理上的遗父行为 比较有名的物恋历史有什么呢 比方说有个女子爱上艾尔菲尔铁塔 那207年她跟这个地标结婚之后 就把她名字改成艾丽卡艾菲尔 她又贯夫妻 不一定也是贯妻姓有可能 然后艾丽卡艾菲尔这样 所以很有趣 这个也是艾丽卡 这个是艾菲尔 另外有人跟柏林围墙结婚 这个人就跟柏林围墙结婚 some famous fetish examples a woman falls in love with the Eiffel Tower after marrying the well-known landmark she changed her name to Erika Eiffel a person ended the Berlin Wall married 这个非常有趣 那甚至还有些有趣的例子 有个发展 成熟的公驼鹿 跟一个叫杰西卡的母牛 相爱 不是有相爱 是鹿爱上这个母牛 她就陪伴了76天有相识的记录 还有一个天鹅 爱上一个义影机 然后陪伴多年 Fall in love with it 然后他们就是在想爱 这个天鹅爱上义影机 当人在性生活中 你这个本来性生活使用的物体 你如果跟他有情感互动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会不会跟你这个物体 没有情感互动的时候 更能产生情感依附呢 换言是比方说你原来用飞机杯 那这飞机杯你如果跟他产生情感互动 你会不会爱上飞机杯 对你产生情感依附呢 哎这个太好玩了 所以我们渐渐在自己部的来看一下 那这些情感互动 对我们产生的生理跟性反应 来决定 我们如何设计机器人 这个是机器人学里面非常有趣的 他不是冷冰冰的 这个工程的功能性思考 他是很人性的情感思考 那我们休息一下 后面就来继续